星東激西 歡迎大家收看星東激西 今天有Gary、Andita 還有我 我們希望可以探討一些 事實中 複雜一點 要反思的題目 其實由復活節 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在想這件事 其中一件事說到 人類社會在疫情之後的變化 都真的開始多了人說 尤其是你看到 一來世界分亂的狀況 自從烏克蘭被俄羅斯入侵 其實大家都會有個猛然的醒覺 人類的歷史又到了另一個重要的關口 可能很多人都會說 這個會不會是另一個 所以我們從911到現在的變化 最近西方學術界的討論 再一次跌到一個 究竟現在誰在操控世界 一直以來都有一套 所謂權貴理論 elite theory 就是這個世界 其實是由一小撮人 掛視的 不過你不知道 你就隨著他們偏偏起舞 而由此就帶到 所謂要發展 這個中產階層 中產階層越大 你的國家 或者你的經濟就會越穩定 因為經濟的結構 很多時候就要靠消費和投資 而中產就是他有少許錢 但他就向上看 希望成為權貴 那麼他就會 買好衣服 駕駛車 標榜自己有能力去消費 從而令經濟活動得以延續 但疫情期間真的令到整件事 就停頓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油價的不確定性 通脹的來臨 其實也有很多中產 現在正在受的 當中產階層一直萎縮 社會結構 經濟就會不穩定 那些權貴會做些什麼呢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當然你說 所謂的權貴 怎麼定義呢 什麼叫權貴呢 也挺有趣的 原來有一本叫權貴研究手冊 也很厚的 說了過去這六十多年 不是 就是七十年了 六十七十年的 關於權貴的研究 那麼 分享一點 不是想拋輸 比如說 過去原來有關權貴的理論 都是以美國為核心的 這個很容易理解 因為我們有所謂的 美國百年的說法 就是美國當道的一百年 現在它的國運 似乎有些轉變 於是又有所謂的 是否輪到中國百年 是否中國百年 這個都不是新聞 這個都討論了很久 如果你說看權貴的研究 很多時候都是以美國為核心 而美國的權貴 他們很著重就是 軍人在那個權貴裏面的主導角色 即是那些從事過軍隊的管理層的工作 可能會成為政治的權貴 也都會成為了企業的權貴 有很多次 所以由此建構了一種 美國國力的擴張 和經濟結構的本質 就是一種軍事經濟的混合體 這個想法也挺根深替股的 但對我來說最吸引的是 對我來說 究竟傳媒算不算是權貴的一部分 有很多人都爭吵這件事 因為媒體的權貴 即是傳媒的權貴 以及禮貴的權貴 即是高檔的、高質的傳媒 是兩件事來的 禮貴的媒體 你可能是說 如果美國很明顯 最多研究的就是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華爾街日報 英國可能是英國廣播公司 他們有很多都是很有錢的人做的 坦白說 香港的傳媒人也有些 都挺有錢的 但可憐做新聞的 很多都是捱女生 捱了一輩子 但不是的 外國真的 做傳媒的、做新聞的 有很多都賺多少 但反過來 他雖然在做Elite Media 即是很優質的媒體 但又算不算是媒體的權貴 他們有沒有實質的影響力呢 我們香港甚至乎 都經常有人說 媒體治港 媒體治港 罵到一些官員飛起 但是不是真的媒體治港呢 是不是媒體真的有那個影響力 做那個決策呢 還是其實權貴 最後都是做決定那個呢 這個也是一個現在社會去想的問題 因為 在Gary的角度 就是 其實現在社交網絡 是別的東西來的 已經不是傳統那種 由電視為主導的大眾傳媒 媒體經濟學 就討論很久了 是 我自己也都看到 傳統媒體過去 都有一個比較明顯 特別是西方社會 就是每一個大的媒體 它後面畫它在政治層面 它有一種傾向性 所以多少權貴和媒體的關係 是不可分割的 而過程裡面 它們未必是在做巨大的決定 但它絕對是在阻礙著 那個方向的轉移 但老實說 部分媒體就不爭氣了 就是你做得那個方向太過 隨便啊 太過亂來啊 那你變成你 說上傷失了公信力 現在來的探討就是 傳統媒體 如果它能夠在社交媒體 或者在互聯網世界 它佔回一個重要的席位 它能夠取得 其實它的endorsement 去說的話 就代表著 某一種影響力的話 這樣會好些 如果你說 繼續大家這樣做下去 就未必可以了 因為網民都不相信你 網民都不相信 你說的是事實 因為你也沒有事實察 對吧 那這個就會推論到 因為權貴究竟是 怎樣跟媒體繼續 再商言證 是沒有問題的 再正言商 就很有問題了 對吧 那我覺得媒體發展的 就是我們跟商界的關係 再透過媒體的公眾支撐 接觸 跟政治的政策 怎樣去相配合呢 其實這個 一直恨之已久 都是這樣做的 我回應Gary的這個說法 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令我想起我入行的日子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入行做電台 很多時候電台就有論證節目 被人覺得有一種社會的影響力 我很記得當日開會 都有些做傳媒的人 他可能是做報紙的 後來做了時事節目的 有男性有女性 免得開命 不想益他 但是重點 我對於他們的很多討論 他們會把自己的成功 掛勾 我這樣罵完 政府就會改了 又或者是我們要這樣罵 才有機會改到政府 才令到他們會肯聽我說 我幾次之以備的意思就是 他不是想這件事對公眾 怎樣是最好 而是想 我怎樣可以告訴別人 政府都會聽我說話 其實我覺得很醜陋 很卑鄙 你正在用大氣電波 你正在用第四權的公權力 你是去弄權 你不是去幫助你的受眾 也就是市民 那我就說我不贊同 當然他們覺得我很異慮 因為我當時剛入行 我說我們應該去找答案 如果答案做得好 應該解釋給市民聽 你不是要它改 如果那件事做得好 你為什麼要它改 你應該要令別人更加明白 後來我就因此而接觸了解釋新聞學 Anita 你當記者的年代 你覺不覺得很多行家 或者做新聞的人 會想 我有一支筆 或者我有一支咪 我就可以改變政府 將改變政府視為一個目的 而不是一個手段 我覺得是很危險 我覺得是這個會有出現的現象 因為他們很想去找方法 證明自己有影響力 但是其實你做傳媒 因為你接觸太多人 你真的影響了一個人的思想 或者原來有市民 因為你說的話 咦 想法不同了 其實是很難量化的 即是你計算不到那個影響 所以最簡單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政府這個政策是因為被罵 於是就有了改變 因為這個就好像聽起來最顯霸 那它就透過這樣來 彰顯自己的影響力 但是這樣最後是彰顯了什麼 彰顯了你的自信心 是多麼不足 甚至乎是有某程度的自卑 即是別人 你不罵別人 罵到別人變 你感覺不到自己存在 這件事多麼可悲 是吧 即是你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當然還有另外一些 譬如另外有一些行家 包括有些是在做公營廣播的 現在已經退休了 他們想事情的時候 我怎樣問一條問題 是會有行家引述的呢 即是你又不是在問 你不是在代市民問問題嗎 你是純粹說 我這樣說就會有人報了 甚至乎 我看我說完這句話 有多少人報 不要這樣 不是為你自己做事 你是為公眾做事 是吧 《聲東擊西》偶然會做一些媒體反省的工作 因為的確在疫情期間 包括政治、經濟、科技、社會民生 甚至乎法律 即在我們六個型框架裡 有五樣東西都影響傳媒的發展 甚至乎我現在覺得 由於氣候變化的議題 環保議題都會令到傳媒有很大的變化 有不少的傳媒因為疫情的關係 請多了都挺熟科學研究 學術研究的人 因為那些環境影響評估的報告 心氣上來都真的要很熟才行 但回頭回頭 究竟我們剛才第一節說 傳媒屬不屬於所謂elites 即是權貴的一部分 綜合你們兩個所說 正正是現在學術界的兩大思潮 第一個思潮就是 是的 因為現在是一個社交網絡為主的社會 越來越依賴媒體 而且由於很多的官員去游說媒體的過程當中 出現了一個叫做media capture 即是媒體被露劫的現象 因為那些官員可能本身 他有很多內幕消息 他本身也做得政治人物 他有某程度的魅力 你有機會可以訪問到一些大人物 於是他很容易被他催眠了 或者英文說就是capture了 不只是政府的官員 更多可能是CEO 即是那些總裁 那些首席執行官 又是吹水很厲害 不是怎樣哄得碰董事局 是不是 那他們又是 哇 記者訪問完他 哎呀他很有魅力 是不是 那又capture了他 就是又老劫了他 過分信任他們說的話 那麼 反過來就是 如果你相信剛剛那套理論 那媒體就不是權貴了 因為你只不過是被他催眠了 但是另外一套說法就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由於這些官員都跟媒體多了溝通 於是反過來受它影響 那麼媒體是權貴了 所以是有兩套現在挺有趣的理論在爭執 但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隨著疫情 究竟會怎樣走下去呢 我自己覺得 媒體會越來越不是權貴的 嗯 由於那個權力越來越分散 由於在那個社交網絡 有很多的意見領袖 多意見領袖到你要加一個key 在前面 key opinion is this 關鍵意見領袖 但是關鍵意見領袖都好 現在是可以隨時上課去學的 嗯 那麼權力就散了 是吧 即是很難是權貴 反過來 網絡世界也不看得順眼你那些權貴 是吧 即是大家那個結構性的矛盾 是越來越明顯的 所以權貴可能就越來越縮回 自己的角落 媒體就有機會越來越不是權貴 就有一個這樣的趨勢 但我又在想 因為網上會不會始終還有那個年齡層的分散 即始終因為網上真的太多的意見領袖 正如Vincent所說 那當大家根本就分不出那個公信力 分不出大家有鮮明的立場 或者是未知道哪些真是事實查證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現在大家看新聞 接收資訊的模式 都是我上社交媒體看 都然後再去傳統新聞再看那件事是怎樣的 你小心而已 真的沒有一個人是這樣的 真的 不過有這個渠道 因為你又做過記者 是的 你覺得網上始終我覺得是欠了一個整合 以及欠了一個持平中立說件事出來的渠道 因為網上比較多評論 個人情感色彩是比較濃厚的 喜歡看的我覺得會比較年輕一代 這個意見是好的 我們希望可以有這個意見 不過事實就是媒體往往可能 我不是說一下網外購 媒體往往可能是某種權貴也好 官方機構也好 一個發生的渠道 多少他都有一種 我剛才所說的就是 他可能因為某些原因 他有一種既定的態度要立場 比如他是官媒 那他不是幫官府官媒嗎 是的 但如果是這樣他就不是權貴 他是工具 是的 他是工具 但是接下來在剛才那位的線上面 的KOL 我們對KOL都要重新定義一下 其實簡單一點就是 某個程度上他有流量的人 就應該是KOL 有一定的人聽他說話 但是說法是很不同的 我們可能在傳統媒體 我們在講經濟 微觀經濟學 什麼市場分析 他在講他 他在跟你說 我只知道樓下的雞蛋仔 賣貴了多少元 其實是兩種接觸層面 雖然可能在表達的東西 是同一樣的 但是世界就是這樣變化 而每一個人他會接觸 或者願意認受的 是不同的 現在因為我們都 每個年代都還有人在 所以大家應該這樣 我打個Target新聞 我應該用這個點 而傳統媒體 必須要有一個數碼轉型的團隊 去協助去做兩個分銷 或者兩個不同的市場策略 還有現在如果我們說媒體 屬不屬於權貴 除了權力分散以外 這個情況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媒體人思考的模式 和權貴思考的邏輯 究竟有沒有抵俗 因為權貴思考的邏輯 無可避免地 都是希望權力留在自己手上 無論是為了利益也好 無論是為了權力進一步鞏固也好 但是如果你傳媒 Garry剛才點出了一個重點 他是以流量為目標 當你以流量為目標 可能過去是一種收視點 現時就是點擊率和流量 權貴是不想這些東西的 我有實權 我不管有多少流量 所以這個就會導致傳媒和權貴 又會進入了一個新的分開的階段 當然也有部分的傳媒人 會繼續希望可以貼住權貴 但是比較大機會 現在的評估就是財經媒體 他們始終要取得內幕 市場不行 他們始終都是想知道一些東西 他們會和權貴繼續有一個很密切的關聯 若莫現在的評估是這樣 但是有關權貴的研究 還有一個很大的範疇 是一個全球的關注點 因為過去做一些大型的權貴研究 例如法國他做權貴研究 他就發現原來做高官的 或者是最大的企業總裁 其實是來自幾間學校 幾間名校就出了這些人 日本就更加是 大家經常聽東大東大多麼厲害 英國就可能是劍橋牛津 但是英國也開始分散多了 譬如有些人去讀帝國學院 都看你做哪一行 但是如果你翻查很多權貴研究的文獻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一些已經很發達的民主國家 但是現在誰都在看中國 中國的權貴是怎樣的呢 他們和傳媒又會有什麼關係呢 是不是單純或者全部都是官方喉舌 全部都是要說話要說的話 你可能很籠統是這樣說的 但是另一方面 連西方有一些學者都會質疑 我們會不會都過分簡化了這件事 去等自己的研究容易做呢 因為你只要永遠當中國 就是只有一種方式做事的話 我比較容易寫 我比較容易思考 但是是不是這樣呢 中國也有一群很龐大的中產 而你看到那群權貴去管理這群中產 都要用很多方法 包括是 如果我不想他看這麼多政治的東西 我給他多些娛樂東西 但我給他太多娛樂東西 他追星追到瘋了 我又要收回 權貴和中產的關係在中國 是挺不同的 你在外國最少就追到瘋了 但是他又要收回那個階段 所以現在就開始多了一些研究 是否可以去西方化的一些權貴研究 因為經濟由西向東移 我們將會有一群新的權貴出現 而這個過程當中已經出現了 就是有些叫做全球權貴 或者國際權貴 國際權貴 哪裏都有投資 哪裏都有錢 周圍都有別墅 周圍都有分公司 但是會不會有 反而有國際權貴以外 可能有些是印度人 大家都會熟悉 很多是猶太人 雖然不少在美國 那些舊錢 就是歐洲 很多人去了美國那邊 但是中國會怎樣呢 現在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而這件事我覺得是對於分析的國際關係 以至到整體的傳媒發展 以及中美角力的走向是很重要的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把所有權力 全部聚焦在政治局常委的層次 但會不會還有其他的權貴呢 這是未來西方嘗試去了解中國 必定會做的事 所以今天就拋瓶引玉 講了一個很大的題目 但是我覺得就 不要只是單純看所謂的角力 或者經濟發展 而是說背後所謂操盤的人 他們其實在想些甚麼呢 都是分析國際形勢必須要看的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說媒體是第四權 而這第四權呢 是非常影響到我們社會發展和市民 對不同的市民的看法呢 以前資訊沒有那麼流通的時候 市民往往就是透過傳統的媒體 得知社會的大事 所以有時我們都會透過一些媒體的方法 去導向和影響市民的想法 特別是一些民主政制發展國家 當那個媒體後面是有利益集團的話 它報導的新聞 說它就會有一些偏頗 但是現在做數碼轉型 如果把得不好 這個問題會變得更加嚴重 因為透過數據的分析 我們會更加理解得到 其實市民、網民他們在想什麼 我們就可以推送一些 就著他們的思維、思考 來改變他們對某一個事物的看法 這樣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各位媒體的朋友 當你手握第四權 你更加要把握得好 亦都要為我們社會的發展 做好良心把關的一個角色 做好多的事情 我們不小心 這幾個組件 黑軟 或是有錢 都要保重 誤會 感谢观看